而端午节最应景的就是要包粽子 光丰地区农会为了慰绕农会志工的辛劳 今年端午节特别邀请志工们一起包粽子同乐 包粽子可难不倒这群志工们 他们不用讲师指导 每个人是快手快脚 就做好了一串串美味又营养的粽子 让人食之大动 不用讲师来指导18般努力样样精通的光丰地区农会的农会志工们 从糯米、香菇、五花肉等包粽子必备的馅料食材 都以万事具备 等食材馅料料理完成 志工们就快手快脚的完成了这一串串美味又营养的粽子 看了令人食指大动 这个先爆香啦 这是什么 香葱啊 油苍啦 光丰地区农会端午佳节 为了慰绕农会志工们平日的辛劳 特别邀请志工们一起来包粽子同乐 志工们边做边画家常相当愉快 学习到很多做人取试啊 演习啊 真的每个人都要参加 所有每个人都是师傅 你只要每一堂课都来 一定有收获满满的 再来一个志工就是也谢谢光丰农会 就是学很多啦 多样化 不是说固定的 我们这些上来年龄的来这边 每天都在学习 做得很高兴 2020年正式成立农会志工 成为农会各项业务产销推广活动的得力助手 20多位志工平均几乎都是开山鼻祖 持续不断的志愿服务精神 不仅农民 农会上上下下 也都相当赶佩 首先先感谢六月份的 感谢我们的志工 对农会各项业务的支持跟帮忙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走进来的时候 正正米香正正肉香 表示大家是专业的 刚刚我们组队有讲说 今天没有老师 今天没有老师 大家是老师 好感谢大家 农会志工平均服务都超过七八年以上 无几值的在各谷部轮值服务 在农会各项农产推广活动 或研习课程中 也都能看见志工们 辛劳服务的身影 农会总干事张明发 也趁着端午佳节 邀请志工们包粽子同庆同乐 慰绕并感谢他们 在光丰地区农产业推广发展上的协助与服务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